昨天是星期天 在文化中心一樓大廳 有一场百人辉豪的活动 场面相当的壮观 也将书法之都的美名 再往前推进了一步 文化局一直以来 努力将基隆打造成书法之都的方向迈进 大大小小百人辉豪的场面壮观 一同写下基隆最大的特色 中原季 我们这个活动是搭配基隆中原季所举办的 然后这个意义更非凡 那我们来建材写的时候 这个书法的心得 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每个人都写一个大字 然后旁边所控的这个 多出来的纸张的画面 就让我们每个人自由发挥 这样子的创业创意 我觉得是非常的一种考验 那也可以说训练 以现场的小朋友到学生来讲 都会训练未来的小小书法家 到未来书法家之路的一个训练过程 书画家马水成老师率先写下了2014年 接下来由基隆各书法家 依序写出基隆中原季等 一人一字 大小朋友们只要是报名者 都可以展现自己苦练的字体与特色 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大家百人辉豪书法之都 也提升我们基隆的书法的一个水准 写完后挂起来吸引了许多众人的目光 而在百人辉豪的现场 也有许多来自各地的书法家一起加入 共同为这一场活动揭开序幕 我们昨天是我们书任一大佬的一个四四五十周年 我们有办了我们书法论坛 我们又办了一系列的我们书法活动 所以今天特别的我们有我们来自我们日本 来自我们大陆 以及我们台湾全国及基隆市的我们各书法家 我们做连展 纪念怀念余又任先生一代草圣 他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那今天来的这些国内外书法 民家有日本的高级书大会的小林悠哉 金泽重训高桥维州 百人辉豪请赞中原的活动 将书法之都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鼓励民众有空可以练字 调养性情 也让人感受到基隆书法文化的独特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